我們來看現場上新的消息 今天有個好發生 農家以外進入第五天 這代替春秋林原透明的春秋 今天環天已經把第六十的車廂 帶出來的清水放空外面 現在現場上新的作風 連順給記者創委員 麻煩 我們來看清水放空 上新的春秋的進度 就是今天一早一點半的時候 這第六十的車廂 已經順利帶出來 現在就是先安坐在鐵機樓的旁邊 所以代替另外呢 就是要處理這個磅槍裡面 破壞最嚴重的地池 跟第八十的車廂 其中這個第七十的車廂 這轉向器的 目前看起來是沒有太大損害 還可以使用 不過呢 用來附接這個圖車廂的 這轉陽器的 現在是有嚴重的矛盾 所以現在代替是趕緊去調新的來 希望可以在今天下部 把這第七十的車廂帶出來 來聽看看他們剛才的最新的講法 昨天的這個我們那個減陽器 因為這個用這個使用的那個 因為拉扯的力量很大 造成這個有一些磨耗 那麼我們今天早上也會 把它把這個減陽機也會更新 那以方便今天的一個 第七車能夠順利拉出 第七車的工法應該是 延續我們前面的這個做法 那這個第八車的話 第八車因為整個車體 這個有一點就支離破碎 那我們大概是用肢解的方式 那能夠拉出來 我們當然是還是用這種方式 但是沒辦法拉出來的時候 我們就是用就地肢解的方式來處理 這第八十掛開的車體 代替的這個瓶庫 希望今天晚上可以用肢解的方式 把他從膀胱來處理出來 如果是不可以用肢解的 他們會再把這個車體 再破海邊一塊一塊一塊 從這個膀胱 北邊的出口用運算的方式 把它運算出來 希望可以在最多的時間 把這個膀胱裡面的車輸 都清獨清去 兩者來通車 這個現在現場最新的狀況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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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